本节目由儿童有机好牛奶 一粒QQ星冠名播出 春晚面对面儿童有机好牛奶 哈喽这里是2018春晚面对面 我是亚琴 那今年春晚依旧有很多大家喜欢的面孔 新年好 新年是狗年住家 狗年行大运 狗年待机 狗年开心一切都忘 OK那一新 变完节目感觉咋样啊 非常高兴 然后感觉现场气氛也特别好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其实这次上春晚会跟之前 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和感受吗 就是这次没那么紧张 但是还是紧张 但是呢又比上一次要好多了 你们没有发现吗 现在好多了吧 很放松 很放松 想当放松 没有没有 再放松一点就还往下面 好啦那其实这次 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 是怎么缓解的呢 没有这种特别的什么调整方式 紧张你也得只能让他紧张 这就是这上台的时候更加 可能如果紧张的越多的话 可能会就是 让自己的动作什么放不开啊 还是所有东西都要练 你看这怎么最近去拍戏 又没有怎么练唱歌跳舞 就确实唱歌跳舞还是有生疏 所有东西都要练 在怎么有没有在春晚的舞台上 练出自己的balance balance我一直有 就是可能动作的熟悉度 包括力度啊 和一些就是小的一些技巧 可能没有展示的那么好 对 而刚刚其实一星季也提到了嘛 这次是跟自己的大哥哥 黄伯伯哥一起 之前也常常跟伯哥一起嘛 但这次是在春晚的舞台上 跟他合作 对 这次是歌舞合作 一般都是影视和就是聚会 对 我们的极限条段 对 一般就是跟伯哥一起 就是开心 然后跟他学东西 对 其实挺开心的 这次大年三十二 也能跟伯哥一起过 没成跟自己的大哥哥一起过 其实也有一种家人团聚的一种感觉 对 极限男人帮的哥哥们 结果都跟家人一样 前几天那个 想去师傅家 吃一下我师傅做的菜 然后后来因为工作也没续成嘛 其实很想他们 对 已经编完节目了 编完节目 待会三十二咋过呀 就是还是跟母亲 老妈去店边聊聊 然后吃个饭吧 应该会 然后其余的就是 外公外婆还是在长沙 爸爸也在长沙 也希望他们过年过得好吧 他们在长沙通过电视的屏幕 看着你 他们应该会觉得挺骄傲的 嘿 觉得嘿嘿 真的是有点可爱 一新年月饭想吃啥 辣椒炒肉就好 哦 想吃辣椒炒肉 也是湖南的名菜咯 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 其实我吃没那么多 很多讲究 就要好吃就行 对 那你自己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 我新年愿望 希望就是自己能够 快快成长 然后多学一些东西 学一些知识 对 那2018年 其实大家也都希望能够 春晚过后啊 新的一年也能够多多看到你嘛 2018年有什么计划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8年其实还有蛮多作品要出来的 首先就是音乐方面 三摊应该出来 应该是2018年出来 而且这次的三摊还蛮厉害的 也是我 我自己在做的音乐嘛 就是已经主打已经做出来了 然后 希望大家也会喜欢 这是音乐方面 然后呃就是 然后就是偶像灵医生嘛 嗯 对 爱奇艺的偶像灵医生 良心 漂亮 良心节目 良心节目 真的爱奇偶像灵医生 每一位工作人员真的辛苦了 要点赞点赞 嗯 哎 这是不是 中国赞 哈哈哈哈 对 中国赞 对 然后 哎 中国赞是这样子的 是吧 中国赞 对对对 这样 啊 中国赞 点赞 偶像灵医生 点赞张PD 对 一点赞就点两个的那种 好 然后 呃 就是 就是 偶像灵医生 完了以后就 极限挑战 对吧 然后极限挑战 完了以后就是 黄敬桐 爱奇艺的 那还有就是电影 就是博哥的这个 博哥的处女座 对 对到现代为止 名字我也不知道 什么名字 也不知道怎么宣传 怎么帮博哥宣传 反正是博哥的 博哥导演处女座 博哥导演处女座 希望大家都 都可以多多期待 所以说 真的是他呀 还工作 爱学习了一星 那希望二零一八年 顺顺利利嘛 那 狗年要到了 狗年到了 我们也送个一星 新年祝福吧 祝一星 狗年 三阳开泰 好不好 这不是阳年 要说 你是 你是 戏谱吗 戏谱 专属你的祝福 没有没有 刚刚突然 我也恍惚了 在这里做这个狗年采访 突然 狗年祝大家 狗年 发到成功 好不好 三阳开泰 好了好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消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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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真的 你真的把我印象搞瘋了 你知道吗 第二句 因为我一直在说狗年 狗年 你突然说三阳开泰 的时候 杨年 你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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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我们演个中国赞 来 新年快乐 谢谢